林志堅在這件事情上 該被檢視的是 如果涉及抄襲 是一個政治人物誠信 甚至涉及作假的問題 如果林志堅知道說 這兩段文字 根本就是別的學者 有研究出來的成果 而他沒有做引柱 這也算是抄襲 即使不是抄襲 余先生的 你也是抄襲 別的學者的研究成果 全文照抄 沒有引柱出處 這當然就是抄襲 主要我們今天 還是要就這個余先生 委託我們 就他的這個論文的部分 再次做一個說明 那首先我們必須指出 這個我想余先生 他目前就讀博士班 那他其實他的論文 是否有抄襲 其實說實在話 跟一般民眾 跟大家公共的利益 其實沒有太大的關係 他其實是必須接受的是 學術上的檢驗 他在學術界的這個表現 這個應該要被檢驗 反而是這個林志堅 在這件事情上 該被檢視的是 如果涉及抄襲 那是一個政治人物誠信 甚至涉及作假的問題 這個是我想兩個人 在這件事情上 有很大的本質上的不同 那我們必須 我想在這個論文的這個 我們手上有兩位這個論文的全文 那這個都是公開的資料 我想大家都可以去把它查找出來看 那這個這個的討論 我想很多朋友都已經去做過分析 我只舉一個非常明顯的例子 這個這個 我想不用特別是需要念過研究所 你才會知道說這個為什麼會這樣 我的右手的這一篇是余先生所撰寫的論文 那我的左手拿的這一本是林志堅所撰寫的論文 那在銀光筆畫的這個文字 因為可能媒體記者朋友可能沒有辦法拍得很清楚 待會會給大家拍 就是這兩段的文字是完全雷同的 那大家可以想像說這個要寫出這個 兩段完全相同的文字 那幾率應該幾乎是零 那所以才會有這一次有所謂誰抄襲誰的爭議 那這個姑且不論 那現在各說各話不知道誰抄襲誰 但是在我右手這一本的論文上面 余先生所撰寫的論文 黃色的這一段在最後有誇號寫 陳光輝洪光明 兩位這個引著 2013年的某本著作裡面 第379到386頁 詳細的引著說 這段話其實不是余先生他自己寫的 這是別人的研究的成果 這段話不是他自己的話 同樣的在第二段 是另外 另外在這個整段話後面寫了林中鴻胡克威在2011年的研究 也把頁數引出來 這個待會兒會給記者朋友翻拍 那 我左手邊這個林志堅所撰寫的論文 同樣的字句 後面完全沒有 剛剛我所說的這個引著的出處 那我們只要簡單的問一句 假設今天 是這個余先生抄襲林志堅的論文 他抄到了這一段文字的時候 他整個複製貼上了 林志堅的文字 他會知道說 這兩段文字其實不是林志堅的原創 而是別的學者的研究成果嗎 而且還會去找出來說 這是到底是哪兩位 哪兩篇這個研究的論文的成果嗎 是根本不可能的 這是想也知道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們用這樣的例子 就想問這個林志堅說 到底他所謂的原創 這個我們還姑且不論說 如果林志堅知道說 這兩段文字 根本就是別的學者所研究出來的成果 而他沒有做引著 我想這個你去問 這個即使是剛入學的研究生都會知道 這也算是抄襲啊 你即使不是抄襲余先生的 你也是抄襲別的學者的研究成果 你全文照抄然後沒有引著處處 這當然就是抄襲 所以這個很清楚的就是 我想余先生該把它要說明的部分 昨天在張律師的陪同下已經都跟台大的委員會做清楚的交代 我們也希望這個林志堅能夠盡速的這個把它整個撰寫論文的過程 所有的資料提交給台大做一個公平 我想事情很快就會有一個結果 他完全指明連他當初掃錯的地方是粗促於哪裡 他都可以完完全全的點名出來 表示他就是這個論文真實的一個撰寫者 如果林志堅這麼能夠站得住腳的話 請問過去一天到晚在批評國民黨的這一群立委 誰這時候站出來幫他講話 你看這個比例問題就知道 其實對於很多的律委來說的話 殺傷力是很大的 昨天余鄭黃那個發聲明說他沒有那個操寫 他對比那個林志堅 林志堅的論文 我覺得這件事情已經大家自有一個標準了 而且我們的當事人已經特別站出來 而且他完全指明連他當初操錯的地方是粗促於哪裡 他都可以完完全全的點名出來 所以表示他就是這個論文真實的一個撰寫者 這已經是一個非常非常具體的一個事實了 所以我覺得他站出來之後呢 更突顯出林志堅還有我們陳秉彤老師 在這件事情上面 他們的確是掩蓋非常多的一個事實 但是我絕對有信心就是台大 他在社科院裡面應該會秉公來處理 然後也呼籲大家不要讓他有太多政治性的口水 我知道現在有很多人去灌爆了我們的院長的這樣的一個臉書 我覺得這對查明事實是完全一點幫助都沒有的 對於比那個對於其他的留言 像民進黨是不是又是雙標 我覺得都絕對是的 民進黨雙標是無庸置疑的 從很多的事件當中他們可以做 可是國民黨或者其他人都沒有辦法 我們只是在一個事件的呈現上面呢 讓事實讓數據大家都知道 以剛剛林志堅的事情來說的話 從頭凹到尾 但是我還是要指明 如果林志堅這麼能夠站得住腳的話 請問過去一天到晚在批評國民黨的這一群立委 誰這時候站出來幫他講話 你看這個比例問題就知道 其實對於很多的立委來說的話 他們也都是完全是隔離了一個距離就可以知道 這件事情對他們來說殺傷力是很大的 昨天就是為什麼在那個官地廟的時候 會講到那個陳中成跟恩恩案 沒有我只是要凸顯這個雙標 這個陳中成的確是高雄人的一個痛 而且這個公安的問題 都是我們大家覺得非常需要重視的 那我只是凸顯出一個雙標 就陳中成發生這麼大的一個事情 和顯然市府的這個所謂懲戒的一個層級 我個人認為還不足以來承擔 這樣的一個這麼大的大家的一個悲劇 那麼相對而言 而且過去呢在很多台中市發生大火的時候呢 你知道民進黨所有人的功要求 市長下台等等之類的 但是呢相對於侯市長在處理恩恩的事件的時候 他也盡力的表達他對恩恩案事件的一個關注 可是呢所有的媒體呢 從頭到尾罵他罵了兩個多月 這兩個我只是在凸顯 這是一個雙標的一個問題 這樣會不會對恩恩的爸爸 哪下有點不公平 我不覺得這是我只是在凸顯 這個恩恩案事件當中在處理 跟恩恩的爸爸完全無關 所以大家不要再穿著富貴去講到那個部分 我們只講到侯市長在處理這件事情當中 他有他的立場 但是呢媒體罵他罵了兩個多月 那相對於城中城這樣的一個公安的一個事件當中 顯然大家的討論度並沒有如此 所以這只是凸顯在報導的過程當中 這是一個雙標的問題 所以把重點是放在媒體的露出的雙標問題 這邊還是要再次的說明 而且對恩恩案的事情來說 我小時候都要叫我恩恩 我怎麼可能對恩恩這樣的一個事件裡面 會說是對他不公平 因為我感同身受 我覺得這是一個對於死者的這個恩恩的爸爸 一定表達出我們一個最大的一個祝福